行车记录仪可以监控和录制驾驶事故 消灯部长陆兆福就指出 尽管许多人提出建议 但是政府目前没有要落实 强制所有车辆安装行车记录仪的计划 是的 部长表示 这是为了避免增加车主的行车负担 不过陆兆福说 政府鼓励车主在新车安装 主动的安装行车记录仪 消灯部长陆兆福指出 政府并没有计划强制要求 所有轿车都安装行车记录仪 他说 如果政府强行推动这项建议 预料将引起公众的反弹 因为它涉及额外的费用 将增加车主的行车成本 陆兆福指出 这项建议虽然有它的可行性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 预料会面对许多困难 陆兆福是在今天出席媒体交流会 被问及是否要求 在车子上安装行车记录仪时 这样回应 他表示 政府能够做的 是考虑新车必须安装行车记录仪 以作为新车上路的条件之一 但政府并没有要落实强制 所有车辆安装行车记录仪的计划 另外 陆兆福也指出 国内的交通意外日渐严重 目前平均每天就有15到17人命上公路 去年 全国有超过60万宗交通意外 超过6500人在交通意外中死亡 其中三分之二涉及摩托车 数据也显示 每天的交通意外达到4位数 死亡人数达双位数 以昨天为例 交通意外有1859宗 共14人死亡 死亡人数达双位数